那我们就下一位请Tiff来提案这个临时小学校,那请Roney准备 好的,大家早安,我是Tiff,然后我是G0V揪松团负责临时小学校专案的伙伴 然后这边前面先快速简单介绍一下小学校 小学校不是指说给国小的小朋友的一个计划 它其实是希望可以把G0V长久以来的公民精神开源模式跟行动主义转换为教育的养分 那我相信大家有时候在社群里面看到国高中生就会觉得 天哪,他们怎么这么厉害,我到底国高中在干嘛 可是我觉得其实是时代背景不如这样而已 然后我们当初也许没有那样的资源 但也许我们这群没有人,G0V社群可以把这样的资源带到现在的教育现场 所以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些状态就是108课刚一直在谈自发护动共好 但相信蛮多家长或老师或学生都知道还有很多的洞要补 那我们在想我们作为没有人可以来补什么样的洞 所以我们目前预计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G0V这样开源数位协作经验 转换成教育现场的教案或是影片或是他们自主学习可以看的所有资源 那包含是我们目前的方向是想要把G0V的课程然后弄成教案 让现场老师可以直接在现场教学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上几个月我们有在开发数位公民的课程 大家在YouTube频道都可以看到有许多的G0V社群参与者 他们用自己的时间然后把他们的专案经验做转化 然后再来就是在一路的孵化之后呢我们会做一个专案的孵化竞赛 那今天主要谈这个就是我们主要孵化竞赛9月1号就开始 然后10月31会征舰结束 那这件事情他在做什么 就是第一个是为什么说他是新参与友善 就是我们的题目这次没有设限单纯是教育 只要你符合SDGs其中以下 然后符合开源协作的精神都可以来提 所以今天其实基本上你能来提案你就可以来参加 那我们也会希望说就是不要难 就是假如说我们是旧的专案 但你如果你有新的功能想开发新的点子 你都可以来提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在初选入围之后除了有奖金 我们也会邀请G0V社群的长期参与者当任你的mentor 然后你就可以咨询你的专案 对然后我们的决选在明年2月 所以其实时程拉到半年 大家有很多时间可以做你的demo 然后这是我们过去两年的获奖团队 其实过去两年收了37件教育相关的案子 有8件是学生提出来的 所以我们也很鼓励教育现场的学生老师可以来提案 然后这是现在目前今年有提案的单位 那我知道还有很多都还没有上去写 所以其实我们有鼓励说大家先上去写 然后你不用怕犯错或写的不好 因为只要你写了下面就会很多人给你回馈 OK好然后今天的话呢 好 我们等一下这个就是早上这边的活动结束之后呢 我们会到一楼会议室后面的远日教室那边 然后会说明这次的提案 然后也会让这次有参加提案的团队可以简单叙述一下自己的提案 然后我们会现场由社群的参与伙伴会一起给你回馈这样子 好然后就是如果今天对提案有问题的话 你都可以来找我这样子 好那就欢迎大家来参加专科警赛谢谢 今天 你认识